哈喽我是Menezer 今天呢就来给你们分享一下 就是一年两季的Sephora Haul的一个wish list 我会买一些什么 然后会推荐几个 我觉得比较划算的 这样来接上你们去买好吗 我没有收到邮件 但是呢我有就是上网去搜了一下资料 一般呢就是Sephora的年中的那个活动 就是春季的大概是四月左右 然后呢年末的大概就是十月左右 那现在已经是四月上旬上中旬这样子 所以呢我就想赶紧把这个视频拍下来 能不能就是赶着今天或者明天剪好 赶紧扣出来分享给你们 看一下就是这一次春季的Sephora的 这个应该是85折的活动里面呢 有什么值得去买 因为我现在没办法拿着电脑 所以呢我就直接从手机上面看 然后就跟你们讲 到时候呢我会在旁边补个图片 就是给你们看一下那个买的东西的样子是什么 先从付出品开始讲然后讲到彩妆 另一个呢就是一个洁面产品 其实我最近买的洁面产品还挺多的 但是我发现我最近买的洁面产品都比较适合成监用 就是那种不整齐泡沫的 就是你如果出去一天过来的话 你用那种没什么泡沫的洁面产品的话 写的没有那么干净 所以呢我就想说买一个能齐泡沫的来用 另一个产品就是这个Incosmetic的这个 confidence in cleanser 它是一个就是hydrating cleansing serum 我目前还不确定它是不是一个洁面泡 因为我看到很多我买的都说是有formate这个词的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买回来用的时候 它就就不怎么起泡的那种 所以呢我就想说买这个试试看 它这个是一步到位的去帮你清洁 以及呢它是有一个保湿的效果 让你的皮肤会感觉就是柔软的 还有就是很refresh的那种感觉 比较适合就是干肌啊 还有就是那种可能有winkle的那种皮肤来用 所以呢我就目前计划是要买它 接下来买的产品呢就是面膜 最近好几个品牌都出了就是片妆的面膜 其实我觉得在美国买片妆面膜不太好买 就是日韩的除外 就你要买它们都不主要看出面 片妆的面膜都是出那种就是涂抹湿的 但是我个人更加喜欢这种片妆 而且要洗袋出门也比较方便嘛 我就看了它出了几款新的 所以我想买来试试看 第一个呢就是那个Glam Glow的那个 Bubble Sheets就是那个Oxygen Tint Diff Cleanse Mask 比较啦 然后哈喽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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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要拿那个只有这个 其实在上一次那个Sephora的包子活动的时候 我已经想买这个面膜了 但是因为那时候是冬天嘛 所以我想着атив上冬天用这样的清洁面膜 好像不太适合所以呢 我就把它留到现在来买 它这个鱼片是九美金的 然后我打算就是先买鱼片来试试看 然后第二个呢买的面膜就是 就是Lancon的那个Hydrigal Melting Mask 另一个呢就是他们家的那个小黑瓶精华的面膜 他们以前也有一款就是小黑瓶面膜 但是那个我没有用过 我想说看一下他这个新出的这个呢 是不是适合我自己用 他一片的15美金 他有四片的包装 四片包装就是55美金 我想试试看 好 然后我再回购吧 第三个面膜呢 我也是打算买单片的来试试 Patcha的这个Luminous Jules Skin Mask 就是他们那个喷雾的同款的面膜 我想试试看 因为我有用过他们家的原来的一个保湿面膜 我觉得用的还不错 我想看一下就是 他新出的这款会不会好用一些 他的单价是12美金一片 然后他有四片的包装的 就是45美金 当天很特别 就是多片的会贵 但是呢我觉得坚持一下好不好用 拧的不好用的话 马上回来试试看 我就打算买两个眼膜来试试看 第一个眼膜呢就是那个No Last Evil 那个我不确定有闻见 它是什么木木豆腐霜还是什么的那个牌子 我会把图片还有一只把隔壁 你们都可以看一下 他出了新的一个眼膜 叫做Multi-Task Eye Serum Max 我看起来好像感觉不错 它就是属于一款多功能的那种眼膜 这是35美金就是有6倍 就是可以用6次 我算起来我觉得好像价格还不错 大概不到6美金一片吧 反正还有一个折扣我觉得还可以 这个眼膜的牌子叫做Wonder Beauty的 之前这个我没有留意过 他有说任何的护肤品 但是我知道他有出彩妆 他们家的包装比较有点复古的那种感觉 就是酒红色的 然后呢他这个眼膜呢 照眼看上去呢 他是那种 有用精湿 这样做成的一个眼膜 就是有点像 就是用金色的丝线这样支撑的一个眼膜 看起来好像好高档 然后呢 我有看过Multi-Task Eye Serum Max 就是弄在眼上的一个图片 我们看一下 是不是 这个是25美金也是有6片的 如果我刚才说的那一个 Reno La Zero的那一个牌子 能便宜一些 护肤品这部分已经讲完了 接下来呢 我就想说买一些彩妆 因为我从去年回国到现在 我好像一直都没买什么彩妆 也没怎么 就是做一些彩妆的视频来分享 所以我想说 甚至是折扣呢 故意自己想买的东西 第一个呢 就是眼影盘 就是那个Pegmac Graphics的那一个 因为去年呢 就是大概也是秋冬准备开始的时候吧 他就出了一个就是大概是12色的眼影盘 好像有出了4盘 但是他价格没有十分便宜 要120几道 算起来就是要大概10道一个颜色 所以呢 我就看到我自己手头上 还有一些眼影盘也没有说 给你们做分享 也很少去用 所以我当时就hold住没有买了 然后呢 我看到他现在呢 就出了几个六色眼影盘的 我看起来颜色还不错 而且他的外包装 我觉得真的很有艺术感 所以呢 我非常想试试看 这也没有外包装的涂 但是就大致上是长这样的 他这个是55美金 而且好像说是属于限量款 我想试试看吧 好 然后接下来 哦 后果 我妈妈想买一个就是腮红 虽然这个颜色可能在夏天用有点就是夸张 就是有点不打掉 但是我还是想买上一次的那个Sephora的发子 后面说没买 所以呢 就有点小火 但是就想趁着说这是85则就买下来吧 就是那个Tone Flop的那个腮红 单色腮红 我想买他的07号色 呃 照眼看上去这个颜色呢 他就是有点 就是那种 嗯 美紫色 就是美 你们看一下 应该叫美紫色吧 银瓶上面看上去可能会有点深 呃 就是我也没有去摸过他的食物 但是我就 还是想买来试试看 那我就计划呢 买了两个唇膏 一个呢 就是Dior他们最近新出的那个液体唇 唇膏 就是长这样的 看上去外包装还长得不错 我想买的颜色呢 就是那个 Star Trax 呃 是一个带有一点点闪的红色 就是我觉得就是夏天应该用一些 PlingPling的颜色 或者是比较鲜艳的颜色 更加适合一点 就会看起来你更加有朝气啊 就比较那种 那种感觉了嘛 就比较有佛力有朝气 就不像说秋冬的颜色那么适嘛 另外一个唇膏呢 就是Tone Fork 也是新出的一个液体唇膏 包装看起来还不错 对长这样的 然后我想买的颜色呢 是叫做Rock Metal 呃 反正到时候会有unboxing 我就到时候再给你们详细分享 我买了些什么 这只是我就是计划要买的 最近不是很火那个 那个那个散 散到不行的那个眼影嘛 它有一个套装 就是25美金 它有三个颜色的 它的分量就是没有正装那么大 它分量大概是一个是2.25毫升 所以会比较小一点 这些比较散的我一把很少用 所以我没打算说一定要买个正装 我看了它出了一个这样的 就是这样的组合装 呃 算起来还挺划算的 而且呢 就是有几个颜色可以试不一样的嘛 它的颜色就大概是这样 就手臂上试色 我买的最后一个产品呢 就是那个Dior的 最近出的那个粉底液 也不算是新出了 我看到好像各路博主呢 已经就是有做他们的review 但是呢 我看的好像不错 因为我曾经有做过一款 就是Dior那个盆布粉底液的实测 说老实它的单下没有很便宜 就是要60多美金 但是呢 就是整体的使用感 我觉得还不错 曾经有接触过Dior的粉底液 我觉得不错 我想说 它这次新出的一个粉底液 我也想来试试看 看下能 呃 适不适合我这种 就是有点很干 到很偏油的这样的皮肤来用 我到时候还会详细 跟你们做一个review 让你们感受一下 就是我 就是try on的那种感觉 这次计划买的东西没有很多 只有12样 基本上呢 就是呃 就是买了那么多次录了那么多视频 为什么我好像每次 SFRA都要录视频呢 就是我想记录一下呢 我买了一些什么 就是我不希望 我像以前那样 忙买了很多回来 但是放着才发现 诶我很少都没用到就很浪费 所以我想说 就是用相机把它认败 我会知道 诶我买了一些什么 真的很值得去买 就不会浪费钱的那种 虽然这个85折的活动 就是你们那个Bug活动 算是 我觉得还是可以 就是买一些你需要的东西 那我算了就推荐你们 买一些比较值得去买的 就是说啦 现在他们就是店里面呢 都已经包括了很多 室面上的一些品牌 就比如像Kyos啊 还有Narway啊 那些牌子 他们都已经拿过在里面了 所以呢 就是如果你们想 平常用他的一些牌子呢 他逛完本来就没有做活动 你也可以趁着Sfora的活动去买 比如像Kyos的话 我会推荐你们买他们那个 就是那个美白精华 那个精华我有用过 但是我从来没有分享过 我自己用着 我觉得很温和 但是呢 就是他那种美白效果是 呃 比较慢 就没有那么的明显 如果你是敏感皮 又想去美白的话 我比较建议就是用这种 呃 低刺激 就是没什么刺激的 那种呃 美白精华 去美白是最好的 虽然就是效果会慢一点 但是至少 你的皮肤就不用那么沉醉嘛 然后呢 第二个我会推荐 就是miu miu的香水 我自己有一瓶大的 但是呢 他现在有出一个组装 就是这个原型 它是价值114美金的 然后它是卖97美金 呃 它里面呢 就包含了一个 50毫升的那个 正装的香水 还有一个100毫升的那个body lotion 这个香水呢 我觉得就是基本上 一年四季很适合去用 而无论就是比较 我不会容易的女生 她是比较帅气的 我觉得都很适合去用 还有一个比较值得去买 就是那个two face的一个set 嗯 就是他们 也是大概是去年年底 这样子出的一个 就是那个系列吧 就是这个peach的系列 然后它里 它这个原价需要85美金 然后现在只要45美金 包含了一个 8毫升的 睫毛膏 然后35克的那个setting powder 然后还有一个mini size的primer 还有一个他们30毫升的那个spray 就是那个定妆的5 整体呢 我觉得还是挺值得去买 尤其它那个那个粉 就那个setting powder 它好像正装也是30克 都好像那个要买40美金 不过吧 反正整一下我觉得都挺划算 因为我自己的setting powder 还有 哦 因为我自己的setting powder呢 还有很多 还没有 就是用完 我又不想说 用着用着把它放到里头 我就不计划买了 Huda Beauty他们出了一个新的 新的那个highlighter palette 这个我也推荐你们去买 我觉得好像还不错 因为Huda Beauty他们从去年呢 就是出了那个眼影盘以后呢 就这个牌子就真的很火 但是呢 我从来都还没有下手过 他们新出的这个highlighter呢 就有三个颜色的 一个是light pink 然后一个是warm gold 然后另外一个是bronze 像亚洲皮肤的mins 我就推荐你们买那个light pink 就可以了 我觉得颜色色色起来 看起来还不错 就是这样 对 还有就是我的all time fairies 就是那个shiseido的那个小白瓶 我觉得这个就是 基本上每次就是打折 我会囤货的 这个也会推荐你们去买 就是如果你们想买那个 Petmac Raspic Laps 他们家的产品 就要趁活动去嘛 他们平常就是 价格是属于比较高价的一些 彩妆品嘛 你们可以趁着就是打折的时候 去买就比较划算 还有就是Tom Ford他们家的彩妆 也是就是不打折的时候 那个价格真的会死人的 我觉得打折的时候 就是很好的一个入手时候 在这两个大的打折活动的期间呢 他们都会不断推出一些set 因为他本来这些套装呢 就已经很划算了 然后你加个折扣的话 就会更加划算 而且呢 就是它里面呢 就会有不同的东西 然后可以让你去尝试 但是你要考虑一点就是 你是不是真的很需要 它这个套装里面的东西 比如讲 它里面有十个产品 你有没有超过一半的产品 都是你需要的 你不要就是为了买而买 你要看一下 适不适合你 是不是你真的需要的 你要考虑这两点 才计划要不要去买 不然真的也是很浪费钱 就是你买了一个产品 你可能只有两件东西 能用得到的 其余八件你是用不上的话 那就是等于没用啊 就很浪费啊 今天的视频呢 就分享到这边结束了 希望这次视频呢 会对你们有帮助 也希望呢 你们会喜欢这次视频 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别忘了给我点个赞 然后呢 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的话 也欢迎你们订阅我的频道 那我们下次影片再见吧 拜拜 爸爸